订阅傑斯频道 Like和Share我们的视频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镇上 扰扬了十天八天的所谓夜期开封 终于以政府堵路 这个真是正 政府就可以堵路 只准州官堵路 就不准这个平民挖砖 大家明白我说的吗? 都几妙的 政府带头去堵路 接着差不多就好像 踩单车都说你犯法 再加上就是 学校警告学生 不要去参加这个 这是所谓的单车大串联 还有就是 这个 共享单车 就是锁了你的车 看死你窮到单车都买不起 你租我的车 就可以去踩单车 不行了 现在 所以就变成踩单车都是犯金 结束了暂时 结束了这个 叫做夜期开封 这件事件 那么 很多人 就觉得 哇 见到希望了 见到 中国的年轻人 终于好像老讯 出来 立喊了 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社会 就是表示不满 甚至就是 对这个 就是 共产党作出 这个就是 空袖 这样 就很多人 就这样看 好像 见到希望 这样 那我自己就很另类 就是 我就 我可能 和大家的看法 就很不同 我就真的 不是太过 见到 有什么希望 我就真的 不是很见到 就是 你们教一下我 我就不知道 只是 我只是 继续见到的 就是一大班人 百无了賴 骑五十多公里 从河南郑州 就骑到去 开封 都是因为 有空 都没工作 反正都会躺平 不如出来 结晰一下 那些 大家一起躺平 志同道合的人 跟着 女儿 追障一下子 男儿 追障一下女儿 顺便下去 最重要 就 衣一下肚饿 食一下灌汤包 顺便 迎他一下 打一下 所谓 口腔抗争 这些就是我看到的东西 网上有一位所谓年轻人 中国年轻人 这几天有一段声音 来自一个标题叫做 一名骑行大学山的自白 说了一段说话 接着就放了上网 在国内就有很多年轻人听到 觉得相当感动 这位所谓一名骑行大学山的自白 直接好像说出我的心声 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所谓的什么 他没有留下姓名 算不算是够胆说 如果香港又不够胆承认 我不知道 看大家怎样看 承认了很危险 在香港也会变善滑 所以 但是 反过来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有份出来 骑行的大学山 他是不是真的中国人 甚至他可能是 会不会是一个香港或者台湾 扮中国人的一段假的声音 我们不知道 甚至共产党里面 找些人弄的都可以 这些叫做引蛇出洞 都可以 所以 即管假装他真的有份出来 骑单车的一位年轻人的心声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 如果我们有钱买摩托车 有钱买汽车的话 我们绝对不会骑哪个共享单车 我们九成的大学生 九成的年轻人 九成的家庭都是窮的 窮到我们没有钱 在假期的时候出去旅游 窮到我们没有钱去社交 去做一些高大上的运动 什么高大上运动呢 窮到我们半夜 骑了五十多公里 只敢去吃一笼 就是灌汤包 说到这里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我感受到你的窮 我感受到你窮 不是只是用金钱 或者用逗哪个身家多与少的那种窮 是心灵 精神上的那种窮 因为其实 你也是想着 如果你告诉我们 你只是想着 其实你很想去做一些高大上运动 如果你有钱的话 我们就要推敲一下 究竟你有钱的话 你会做些什么高大上运动呢 买包包 出去 日本 旅行 再有钱些 去欧洲 法国 巴黎 去旅行 这些是你想做的事 但你今天做不到 所以你先踩着单车 我和你分享一下我的心声 我看完你写这段 我就觉得 我敢代表世界上某一些人 我想都不少 都算是大部分 我想大部分人的心声就是 我们都不是很想见到你富有 因为你的富有可能是很大事 对这个地球是一种破坏 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滋饶 因为你们自私 你们只顾自己的感受 自卑 有时又自大 崇拜极权 又喜欢濫用别人的民主和自由 只懂得占有 但又不会懂得付出的一班人 所以如果你问我 坦白说 我宁愿你穷 就不要有钱了 因为你那些高大上运动 我担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想见到 坦白说 我们真的不想见到 我们的地方 到处都有你们在旅游的终迹 或者更加我们不想 落见 我们的社交圈子里面 有你们在 所以我支持你们 继续去踩五十多公里的单车 去吃一笼 灌汤包 衣饱你们的肚子就算了 这就是我看完你这段说话 听完你们这段说话 这个人的说话 一些心声 可能我是比较 可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代不代表到其他的人 不过我想 至少这是我自己的心声 政治正确与不正确 我就不太在乎 但是我只是很想分享一下 我自己看完这位大学生的自白 我自己的心声 他继续说 把年轻一代打造成听话的机器 他说他们现在这一代的人 其实我们从来都很听话 今次他们做了 他们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欣皮的事情 他们知道的 但是他就说 他很想让今天的当权者知道 他说 我们年轻一代 一直都被打造成听话的机器 但是我们又找不到工作 我们又看不到发展的未来 特别是这几年 年轻人的失业很厉害 中国的经济下滑都很厉害 他们的成长 他们见证过中国 他们在挖着边 我想他们很小的时候 他们都见过中国所谓的盛世 那盛世是怎样的 在他们的眼中 那些盛世就是 人们才大气粗 有权有势就可以任性 有钱洗到尽 呼喝呼呼喝喝 出到去巴巴臂臂 这些就是他们见到的盛世 而他们觉得他们今天 长大了 咦!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做不到 我们不可以出去打横闲 不可以出去 哈巴巴财大气租 那他们就觉得自己很可怜 那他说 我们其实一直听话就是觉得 我们可以变成刚才说的那种人 但不是的 现在我们找不到工作 我们看不到发展的未来 所以他说 面对校方的劝戒 甚至去到恐吓的 level 我们这次的任性 去加入一些集体的奇痕 这个 他说 有个辅导员都跟我们 说过很多次 叫我们回来 不要参加这些活动 否则就会处分 但我们最后都是选择 我们要出去 因为我们已经听了二十多年的话 即是二十多岁 很可能我们余下的日子 一世都要听话 很可能我们这一世 但是我们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可以任性一次 去做一些社会 或者家长 老师 不容许的事情 甚至我们受到惩罚 意思就是说 我们都心甘命底 很委屈你 那我就又这样跟你说 同学仔 你听了二十多年话的年轻人 听话 听一世的话 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跟我们无关 我就不知为什么要可怜你 如果你问我 我只见到四个字 够有自取 因为听话和不听话 其实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但是你 或者你身边的人 或者今天十几亿的中国人 都是继续在选听话 不止听一世 不是一辈子 是世世代代都选择听话 这个是你们应该自己要反思 你们听谁的话呢 你们是不是听魔鬼的话呢 你们是不是听一世这么简单呢 还是世世代代呢 这个是你们应该要反思的东西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应该要选择的是不听话呢 OK 这个交给你们自己去想 你可以反问我 我都知道 不听话 那可以怎样 是不是 轻质没有饭吃 重质 生命都不保 对不起了 OK 如果你正在反问的我 如果你反问我 我是一个香港人 OK 我是一个过来人 那我粗粗的 其实现在是最轻骑的那种 我都坐过二十几个月监 我对我的地方作出一点点很轻微的付出 我心甘命底 我还要告诉你 就是我身边还有很多很厉害的香港人 我们还有一代的年轻人 我们都心甘命底 曾经围过自己的地方作出过付出 我们都知道 输的 但是我们很清楚 我们可能只会输一场battle 我们继续要坚持的是一个war OK WAR 一个war 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也都不会遗忘 我们会继续的 OK 那所以呢 我们准备好的 我们准备好没有饭吃 我们甚至有很多的年轻人 生命都不保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给你一个答案 我又反过来再问你 你愿不愿意为你自己的地方去争取 去付出呢? 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你就继续去吃你的灌汤包 就是这样 他说 那他的声音还没说完 他说 可以预测的未来 我们的余生 就是拿着微薄的薪金 混混恶恶到日 你这个就没错了 你一定对 你一定都是继续混混恶恶到日 还有就是 还有帮你补充 哪里有奶 就是你的娘 OK 这个就是一定的了 这个都多数是你的余生 你的命运 OK 所以他说 他说 所以这次旗行可能是成为年老之后 很值得回忆的事情 他说 我们大多数人不了业 就是三千多元的工资 混混恶恶度过一生 我不想等我老了之后 连一件值得回忆的事都没有 此时此刻 我们鲜活的 我们是年轻的 我们没有哪一天 比今天更年轻 所以说 我们今天要做这样的事 这个世界只允许少部分 极其幸运的人 去发挥自己的天赋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明白了 收到了 很懒惰 OK 行了 所以大家不要想多了 OK 再和那些想多了的人 什么八指运动 什么夜期开封 这些是抗争的运动 傻啊 在他们心目中不是这样 是你们自己想多了 是你们不要再美化他们了 OK 他们最后都是选择 就是听说 他们一生都会继续过他们混混恶恶的日子 OK 他们会继续去支持一个极权 OK 他们会认命的 他们只是想浪漫一次 你让他们去浪漫 OK 所以我真的很鼓励你们 真的 今次踩不到单车 不要紧 下次马拉松跑下去开封 我支持你们 浪漫多一次 就是这样 OK 不要不要人 真的不要把人拗弄到乱死了 所以âm 这班族 你们觉得在他们身上见到一ặng 我认为他自己也没有看到自己有希望 是不是 你说我是不是很凉薄 可能führst 我真的答不了你 你自己去感受 但是我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听过 他们的真正的诉求 OK 你究竟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你现在今天 是不妥一个人 你今天的生活搞成这样 是因为一个人的问题 你是不是想换过领导人 或者你是不是想换过 执政党 甚至你可能是换过 一个制度 或者是你想当家作主 你先给个答案 如果你是以上的 其中一个答案 我出来支持你 但是你连说都没有说过 又或者五年前 香港的运动 有多少 可能十只手指都数得了 但是我现在说的是majority 十几亿的人对香港的运动 无动于衷 十几亿的人对香港的运动 可能觉得的就是在搞颠覆 搞烂了整个国家 危害了整个国家的安全 最好快点你们收工 stand with OK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 叫中国人stand with 我们 所以当你有一天 如果你有勇气 去大大声声地 说出你的诉求 究竟你是想换一个人 还是换一个政党 还是换一个制度的时候 你先好跟我说 叫外面的人去支持你们 今天你们觉得不需要支持 你们其实出来都是想说 这段时间很肚饿 没有钱买东西 党会很快跟你搞定 到搞定了的时候 其实你们当 医饱了肚 温饱权 当年温家宝说的 温饱权 中国的人权就是温饱 医饱了你们肚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搞定了 你们就不会问刚才那些问题 你们最后的答案 其实很清楚 所以我说 大家不要表错情 OK 去支持 去继续支持一帮 至今堕落 至今愿作奴隶的人 我就不是摩西 我真的没有摩西那么伟大 我从来每一次 我看圣经里面的出谷记 或者叫出埃及记 我都觉得我没有办法可以做到摩西 摩西做到的事简直是神乎其妓 怎样可以叫几百万个世世代代代 都被埃及人奴役的犹太人 出走埃及 跟前之后去到他们的 应许之地 他们的应许之地 有什么是在等待他们的 是自由 是民主 或者法治 这些东西 最重要是自由 这班今天我看到的十几亿人 我就自问 我真的不知道 在他们身上 看不见到他们追求自由的希望 是呀 我好灰呀 我也没有准备过 我想以前我有 但是我想 我自己的经历 我想是的 伤痛可能很大 我今天不会 在我自己的希望里面 是没有这班人的 其实也不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他们自己的幸福 他们自己的命运 由他们自己去负责 什么是他们的幸福 什么是他们的命运 其实他们自己心中有数 所以大家的定义都很不同 很清楚一句 不要想着我也是黄口黄面 但是我想 我生活在史坑里30年 我曾经都有过希望 我接触过 起码有一到两代的年轻人 中国的年轻人 OK 我曾经对过他们有希望 但是今天我就很简单 我不准备放希望在他们里面 因为每一次 其实都会令我极度的失望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自己争气 我就是一个香港人 我fight for的东西 就是为了我自己的香港 那么就中国对不起了 所以我就无能为力了 我天生没有得选 我有中国人的血缘 但是后天我有得选 我今天的余生 就是继续去选择 选择了 努力地去不做一个中国人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